字幕志愿者 李明寧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烏夷利 中國第一代鋼琴家 是兩重小提琴協奏曲 鋼琴伴奏的首創者和首演者 文革期间 为了保护用来弹奏钢琴的一双手 他想独打他的红卫兵苦苦哀求 打我的腿吧 不要打我的手 从此 他的腿落下病根 在半辈子的漂泊中 每次表演 他总是颤巍巍地走向钢琴 每一步都迈得小心又吃力 1930年 吴依利出生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的祖父是新中会登记赛策的会员 外祖父李云淑 在江浙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巨商大鼓 曾担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 在辛亥革命期间 曾资助过孙中山 吴依利的父亲吴正英 早年留学美国 是著名建筑师 母亲李慧英 也接触过西式教育 吴依利与钢琴结缘 原于六岁时 跟随舅舅看了一场电影 男主角演奏的钢琴曲 萦绕在耳边挥之不去 小小年纪的他竟然失眠了 他缠住妈妈 要马上学钢琴 学琴的第一年 他就拿到了上海儿童音乐比赛 钢琴组第一名 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 那个奖杯很大 他抱不动 舅舅就把他抱在椅子上 两人一起举起了奖杯 吴依利九岁时 被舅舅带到意大利著名音乐家 梅百器面前 当时 梅百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创办人 他既是指挥家 又是音乐教育家 二十世纪初曾在德国 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投奖 也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梅百器听完乌依利演奏后 当场收他为徒 梅百器没收过儿童学生 就这样 不到十岁的乌依利 成了他的第一个小弟子 傅聪 后来也与乌依利同门学艺 随着演奏水平的飞速提高 乌依利1949年 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 在上海南新大剧院 演奏了贝多芬协奏曲轰动上海滩 火锋最年轻的女钢琴演奏家 那一年她19岁 虽然乌依利在中国的舞台上 足足消失过50年 半个世纪都是默默无闻 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乌依利这个名字 在中国的音乐界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1954年 乌依利被调往北京中央乐团 一年后 担任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 钢琴不仅仅给她带来无限荣耀 也让她结识了一生挚爱 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 杨炳孙 据专访文章 乌依利一生只守一架琴 婚后的两人非常默契 一起合作了多首曲目 而且与另外三人 合作演奏了舒波特的 A大调钢琴舞重奏 无论收入有多低 住得有多几 但有琴的地方就是舞台 在周围的人们看来 乌依利与杨炳孙琴色和鸣 诠释着爱琴最完美的样子 1962年 32岁的乌依利被评定为 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 她因业界需求 通宵达旦三天三夜 创作出了梁柱的钢琴版乐谱 接着又完成了钢琴版梁柱的首演 在《命运的最高音》上 她听到那欢勇的琴音 然而 幸福的日子非常短暂 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正在逼近 刹那间 乌依利钢琴上 那黑暗刚硬的低音已经敲响 一步步加强放大 瞬间就吞噬了华美的乐章 1966年 乌依利与杨炳孙的音乐戛然而止 红卫兵和造反派冲进他们的家门 狂吼不准再拉琴弹琴 他们偷偷练琴 杨炳孙把执法和运功 分开练习 不让小提琴发出声音 乌依利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 虽然琴无声 但音乐在他们心里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 516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 小小的一个中央乐团就有四人不堪诬陷害和严心逼供而自杀 曾留学匈牙利的杨炳孙 从文革一开始就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 判刑十年 乌依利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家属 他感到无奈窒息恐惧 多少次辗转反侧后 他做出了改变一生的痛苦决定 申请离婚 狱中的杨炳孙接到离婚通知书 二话没说就签了字 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从此各奔东西 杨炳孙继续坐牢 当时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 蒙冤入狱的作家张朗朗 和杨炳孙一起被关在河北第二监狱 张朗朗后来写了一篇监狱里的杨首席 说杨炳孙在狱中被迫用拉小提琴的手 在干重活的施工队搬水泥墩子 浇水泥块 他换上了腰间盘突出 苦不堪眼 虽在狱中 他有时还是忍不住 在心里想象着小提琴的样子 偷偷地徒手练习 而吴依丽呢 虽然一时保住了 在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位置 但仍被赶到小阁楼 有人贴他的大字报 邻居将番茄匠泼在他的大门上 他曾在半夜两点 突然被喊醒 被蒙着眼睛压走 边走边被狠狠地抽打 之后被发配到北京郊区的干校 接受劳动改造 他曾对那些殴打他的红卫兵 苦苦哀求 打我的腿吧 不要打我的手 对于一个视钢琴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 吴依丽显然明白 他那双在黑白琴剑上翻飞的手 是他生命的价值所在 造访派门的欧打 让吴依丽留下了病根 他的双腿换上了长期的脉管炎 吴依丽在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受访中 曾这样描述 在被劳动改造的多少个护天看水的夜晚 他仰望星空 过去的日子又重新来过 心里瞬间 溢满的阴府 仓皇 不知奔向何处 在那时的另一边 在监狱服刑的杨炳孙 因为监狱长要开一场新年联欢会 他再次成了香菠菠 作家张朗朗记录了当年的情形 中队为了让杨炳孙表演好这个节目 让他写信给前妻吴依丽 请他把小提琴托人带到监狱来 可队长听说 这把琴价值的天文数字 当场就傻了眼 于是 御部决定派最靠谱的人 专程到北京去取 当废域长随随便便地 把这把小提琴递给杨炳孙的时候 老杨当时双手发颤 那脸上的表情无法描述 仿佛他捧过来的不是一把提琴 而是一个实事单传的婴儿 张朗朗回忆 1975年 在监狱六千多名男女重刑犯在场的新年联欢会上 杨炳孙的一首小提琴独奏《新疆之春》轰动了整个监狱 杨炳孙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进而走 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 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 来了许多贵宾都是为了听杨炳孙的琴声 特地来参加犯人的新年晚会 这些来宾里有河北省军区的文工团演员 有军队首长 省各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单位的官员 以及他们的家属 此后杨炳孙的处境有了改善 每周还有机会坐着监狱队长的吉普车出去一辆次 那是要他去给某个领导的小孩上小提琴课 而此时的吴依丽一直在等 等杨炳孙出狱 有人可能想 主动提离婚的是他 情思难断的也是他 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但我们不能跳出时代的大背景 在那个特殊年代 中国类似妻子被逼揭发丈夫 子女被迫揭发父母的互害行为数不胜数 这是时代的悲剧 是中共制造的反人类悲剧 我们不能把这些过错都让个体来扛 作家芳芳曾说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难道不是吗 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 杨炳孙被释放出狱 重回中央乐团第一小提琴手的岗位 他组建了新的家庭 后来有了孩子 1991年 他携亲语 定居美国休斯顿 1981年 年过半百的乌依丽 只身赴美深造 后来也加入了美国国籍 1993年 他定居新加坡 租了一个单间 以交情为生 没有再婚 年少成名的吴依丽半生飘泊 在78岁时才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2013年 83岁的他出版了第二张个人专辑 其中收录了当年与杨炳孙等舞人的A大调钢琴舞重奏 尊瑜 他特意托朋友 从新加坡给身在美国的杨炳孙带去 所爱隔山海 心意都在指尖 虽然音乐还在悠然流转 但当年天造地设的那对才子佳人的故事 早已流散 2017年5月 乌依丽获得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 也是在这个月 88岁的杨炳孙在美国休斯顿病逝 他的妻女陪伴在侧 2018年 88岁高龄的乌依丽 再一次在中国颤巍巍地走上舞台 他扶着钢琴缓缓坐下 在停歇了足足十秒后 才把手轻轻放在琴键上 那是干枯的手指 那是关节已经变形的双手 然而 他的指尖 移落到黑白琴键上 瞬间流淌出的音乐 让全场安静了下来 这段梁柱的钢琴曲 引发观众惊叹 虽然一夜之间 这个曾祖母级的钢琴演奏家 成了网络红人 然而 有谁知道 他们所听到的 是一位雷弱老人 劫后幸存的琴声 2019年4月20日 乌依丽在新加坡 出席维多利亚音乐厅的 一场音乐会时晕倒 松音后抢救 却再也没有醒来 得知这个消息 网友感叹 异曲梁柱成绝响 在半个世纪的喧嚣后 这位世纪老人的琴声 听起来格外苍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